百步穿扬用来形容靶子很准 但如果从地面上放一件直重400公里高 还以2.8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飞行的一个直径只有0.8米的靶子 又该怎么形容呢 太难了 但这不正是太空对接的常规操作吗 我就好奇了 这听起来不可思议 但看起来却是像在玩游戏的太空对接 到底怎么完成的呢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把它弄明白 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太空对接 发生在1966年 在双子星座8号载人飞船和阿静纳号火箭的最后一击之间展开 那一次的结果呢 显然不如你今天能够看到的这样平滑 可以说那是相当的激烈啊 因为就在对接上之后呢 他们便开启了一种猛烈的翻滚模式 让坐在里面的两位宇航员 不得不马上操纵飞船与阿静纳号分开 接着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将仍然在滚动中的飞船稳定了下来 并紧急返航 上演了一出绝地逃生的大戏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四级的大戏感由好莱坞来完成 真正的太空对接呢 则进入了如丝般柔滑的地步 让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分别安装在载人龙飞船头部 和国际空间站上面的对接口 叫做国际通用对接口 是目前最为现金的设计了 装在主动方 也就是不远万里都要赶来回合的飞船 和被动方空间站上面的接环非常的类似 都有这样的三半金属导轨 能够在它们交错起来 插在一起时将彼此引向准确的位置 但不一样的地方恰恰也是最妙的地方 就是在主动方的接环后面 还装着这样六根可以自由运动的连杆 使得它跟飞船之间形成了一个软连接 于是哪怕一开始飞船和空间站 对的不是太准 角度也不是太直 也没有关系 因为软连接照样可以拧着身子 顺利的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扣在一起后 再慢慢的将飞船拉近 顺便把它调整到完全对齐的姿态 随着一身非常轻柔的装机 飞船和空间站紧紧的吸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就轮到硬连接出场了 它们微软连接的外全 是很多能够彼此相扣的拴锁 看上去就一副肩不可摧的模样 同时扣在一起的 还有飞船与空间站的电源接口和数据接口了 最后加压开上门热烈拥抱 看起来一气呵成又理所应当 只能用过瘾来形容 此时如果阿姆斯特朗还健在的话 一定也会流出两行脑泪 对了 我忘记说了 刚才那个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太空对接的宇航员之一 正好也是后来在月球上 卖出了人类第一步的阿姆斯特朗 看来英雄从一开始就不会平凡 把这句话用在对接口上也是这样的 你别看现在的国际通用对接口 长得这么科幻 其实它也是一步步进化而来的 往前走一点是这个样子的 少了几分科幻但出心已现 装在航天飞机上 对接到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上面 再往前走是这个样子的 不管是主动方还是被动方 装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张开的花瓣 想来舒适度应该是差了点 因为没有软连接嘛 但思路已经对了 它用在了哪呢 用在了将两个太空竞赛的对手拉在一起 1975年 美苏两国约定各自发射一艘载人飞船 在太空上实验他们刚刚联合开发出来的这套对接系统 于是一艘阿波罗18号飞船 同一艘联盟19号飞船就这样连接在了一起 飞行员走过 应该说是爬过中间的过渡舱之后呢 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成为冷战中的高光时刻 当然如今的国际空间站上 可不只有这个国际通用对接口 实际上它才刚刚装上去 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 国际空间站上面的战案任务 都是由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完成的 而它所使用的是一个叫做SSVP的接口系统 由长在主动方头顶上的探针 和被动方凹进去的追套组成 尽管没有像前一个对接系统中的软连接部分 但由于探针顶进去的是一个追面 追面有助于帮探针滑向中心 所以还是允许了一定的误差 这个过程叫做软捕捉 当探针最终进入追孔 里面的双锁就会卡上 然后探针收缩将飞船拉向空间站 直到两者的对接环碰在一起并扣在了一起 这个过程就跟国际标准对接口的硬连接 是一模一样的了 最后嘛 自然也是一模一样的加压 开他们热力拥抱了 说到这儿啊 你大概会跟我一样 思考同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的空间站上 会使用什么样的对接口呢 其实从视频和图片中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我们使用的是国际通用对接口 本来嘛 中国空间站的初衷 就是要向全世界开放 为全人类造福 不通用怎么行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七七都带你掌见识